你愛的話就不要說話 好 下一個問題 帥 嚇 嚇 哈囉 弟弟 弟弟 沒有 因為他要專注看著前面 在開車不能跟你們講話 弟弟 弟弟 我跟你講 弟弟 弟弟 我跟你講 弟弟 這是我的瘋子 你快看 他在開車不能跟你講話 弟弟 那是啦 我告訴你了 我今年四季 我開高卡可以開到 十足120公里喔 因為我爸爸說要比車兇 現在歡迎吳婷國來囉 歡迎 歡迎吳婷國 四季八歲 台北人 來囉 好厲害 各位 各位 台灣出了多少冠軍 這一位也是另外一個冠軍 是個藝術家 是哪一方面的冠軍 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是從事冰雕 世界冰雕冠軍喔 對 今年 今年啊 今年喔 在哪裡比賽 在法國里昂 里昂 哇 他整個有一種 浑身傲氣凜然的感覺 有多少人參加 有22個國家 他拍一個照說 冠軍 22個國家 他有在不高興嗎 我也有點害怕 然後比賽有六項 那六項其中那個法國隊就拿了四項冠軍 那另外一項是義大利 那其中冰雕是我們台灣拿的 所以你這個 20幾個國家就拿到冠軍 國宴你也去啊 國宴喔 國宴我已經做了20幾年了 每年都做 老手就對了 不是說只有做一次而已 很資深欸 那您擅長雕什麼呢 幾乎都 有雕過蝴蝶嗎 幾乎都沒問題 對 太籠統喔 不算要插蝶啦 對 怎麼會這樣 蝴蝶嗎 你雕過蝴蝶嗎 有雕過 那你有遇過什麼最難的作品 你克服不了 最難的作品應該是兩年前 我代表台灣去阿拉斯加 那個地方就是零下四五十度 唉唷 好冷喔 比賽六天 都是在零下四五十度的地方 晚上還可以看到北極光 哇 好美喔 那一場比賽完老了十歲 比較年輕就是那場比賽完 老了十歲 謝謝 所以你今年其實才20歲是不是 他回來會自己要 身分證要改嗎 不用喔 蛤 他才20現在 什麼問題 你在台灣就是練習的時候 你都在什麼地方練習 因為台灣比較熱 我在那個台北凱撒飯店練習 喔 飯店 你在凱撒上班就對了 還是在CAS是不是 我記得我們憲哥 好像公司尾牙也都 有合作過 而且都是我 有機構想像這段 而且是在那邊 我應該要看